背叛台湾人民的是民进党 不容蓝绿专美于前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率党启动街头演讲 从今天开始台湾民众党要有主体性 要有主动性 我们过去那个国会改革 我也觉得从哪一遍你知道 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很清实跟老百姓讲说 为什么是要这样 而不是等他们闹完了以后 他们投哪一遍都不对 言下之意是要调整立运的定位 国会改革案之后 贺文哲率先预告白银对财化法的看法 你不可以说你要做的事前 十件有九件你都要跟中央商量 这样你没有办法做地方自治 所以中央有地方财政受制发文法 民进党完全不修一定不对 国民党说一次要花那么多也不对 其实黄珊珊算出来那个公式 我觉得合理 大概拨2000亿是合理 腰跳脱被贴上小兰的标签 民众来喊出22日这一场 在台北荣幸花名的活动 现场人数超过2000人 跟开放民众直接对话 有支持者提议 可以针对青鸟们办辩论和直播 贺文哲一口答应 而立委黄国昌也预告 周一要揭发鸡蛋采购Bi 我会完整的跟大家报告 为了掩饰为什么一个50万元的公司 可以接到盟委会8亿的标案 另一头民司要立法院总召可建民 周六一早开起者会痛批蓝白市对岸的附水组织 中国共产党不是很喜欢随便点名人家就是台独分子吗 民进党也很喜欢在台湾内部随便点名人家是中共同路人民进党跟共产党还真相 绿白烟消未晚待续 TVBS新闻李明慧 杨佩玉 刘欣婷才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